欢迎周会7月份在浩克艺术村吉野艺文馆 展出111年人檐济夏书画展 有素食府精彩的作品展现出了中华文化的书画之美 那么乡长游树珍是广邀来自全国的游客 与在地的乡亲共同前来参观 在炎炎夏日之中体验新静自然凉的庙区 时序迈入济夏 既然浩克艺术村迎来浓厚的文人气息 花莲周会即日起到7月31号 在吉野艺文馆展出了111年人眼济夏书画展 现场展出27位周友共44幅的作品 包括了书法、国画、西画还有摄影 花莲周会每一年都有计划性的展出 今年我们已经在客家文化处那边 已经办了在春季的时候 那这一次算是夏季的活动 夏季的活动是在这边发这个好客艺术村这里 那我们的各个桌游也是竭尽所能 来把他的最好的作品与各位的相亲同享 而且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就是赖宗淹 他的作品也参与了展出 这一次我们展出了差不多有29位的这个老师 他不管是他有西化的、有国化的、有书法的 还有一些就是现场 我们刚刚现场有在现场做揮好的动作 这个整个的活动都是蛮紧凑的 吉安厢的游淑珍感谢周友们用创作充实在地的艺文能量 让吉安厢成为多元艺术人文之乡 悠游自在成如这幅画的呈现 吉安浩克艺术村在暑期非常精彩 月月有不一样的惊喜 日日有不同的展览 希望大家一起来 此次由我们周会带来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艺文呈现 周会里面有到位的三四十年的 这样的艺术师呈现不同的氛围 甚至于有各种不同的画风以及呈现在我们浩克艺术村 原来是海峡两岸的特展 因为疫情无法呈现 但是阻止不了我们艺文氛围的拓展 以及幸福的种子在浩克艺术村生根发芽 欢迎大家把握展览时间来到浩克艺术村 一起来看看我们大师的画作 这次展出作品不只有将军书法大师赖宗燕 参与北京国际书法展连展作品 还有天马画派大师孙敬钦的天马城祥 相当精彩 暂期直到7月31号 开放时间是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天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欢迎民众可以免费前往参观欣赏 这旅会也既然相报道